神明有何人 奇妙的大改变 自己不能处在我心 虽然我们讲说是主恢复中的造会 已经算是已经竭力的要来做 竭力的要跟上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中间来讲 还有很多需要来恢复 恢复到主原初的心意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看 什么叫做造会的恢复 要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篇信息里面 我大概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来交通到造会的恢复 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才叫做造会的恢复 第二个部分讲到造会要恢复的路 这个部分 这个路有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包括真理的这一面 另外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造会生活的这一面 这个整个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造会的恢复 我们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最清楚的就是造会的恢复 它完完全是要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意象 那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意象就是神当初的心意 也就是他经轮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 他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 要恢复到这样一个情形 这才是造会的恢复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圣经呢 这样神的话呢 给我们启示 什么是造会 那什么是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 这是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 也可以说从神的经轮来看 第一个呢 讲到造会呢 它是神的造会 根据以无所书一章里面所描述的 这个造会来讲呢 是父神所拣选并预定的 在时间里面来 子来救赎 之后呢 临神来感应 所以我们这一班得救的重生的人呢 今天都是造会的一个一份子 因为呢 我们都得着了这个基督的救赎 并且呢 在灵神呢 在我们里面来感应 使我们被分别出来 并且是属于神的 你们 第二个呢 讲到呢 造会不仅是神的造会 造会也是神的家 就如提摩太前书那边所说的 造会是神的家 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也就是神显现与肉体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 那造会呢 也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以无所书一章 二十二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 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以造会呢 要成为神的丰满 要来彰显神 并且在以无所书的五章那边 也提到说 造会呢 他是基督的妻子 他是基督的配偶 而且呢 在以无所书二章里面提到说 在他里面呢 创造成为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呢 也就是造会 最后呢 要给我们看到 造会呢 他有两面 一面在宇宙的这一面来讲 他是独一的造会 但是呢 为着这样来达到宇宙的这一面 他有地方的这一面的讲究 他在地方面呢 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呢 显为许多的地方造会 就如我们今天所在的花莲 花莲寺 花莲寺造会 这就是讲到他的地方的这一面 所以这个呢 大概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所提到 所给我们启示的造会 也就是神 他当初的心意和标准 所以今天造会的恢复呢 就是恢复到造会 他是神的造会 造会是神的家 造会是基督的身体 造会也是基督的妻子 造会是新人 Amen 而且是造会是宇宙的 他也是地方的 显为很多的地方造会 这个就是神原初的心意 和标准 在这一段里面来讲 他插入了一个 那旧约的这一幅图画呢 来告诉我们 造会需要得作恢复 就讲以色列人 被掩到巴比伦 之后呢 从被掩之地归回到耶路撒人 在那里重建圣殿和重建那个圣城 这一幅的图画呢 来告诉我们造会的恢复 它是一个预表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都需要离开巴比伦 就是这个被盗和分裂的立场 所以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团体 实在来讲的话 我们里面都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那个不是神所要的 也不是神他心里面所期盼的 他来的期盼神的子民 都离开这个分裂和被盗的立场 就是离开那个巴比伦 就好像我们讲到说 像你看但依利 他是那样的敬钱 他是那样的爱神 他可以这样子每天三日来向神祷告 但是呢 他是在被掳置地 神所要的之外 以色列的子民都归回 离开那被掳之地 回到神所命定 那个一的立场 这个在我们后面几天信息 后面的信息会提到 这一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神为什么要兴起 这个波斯帝国的古列王 下令这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来重建圣殿 后面还有一个圣城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看见 神的心意乃是要他的子民都回到 那个一的立场 就是耶路撒冷来敬拜神 所以他们需要从被掳之地离开巴比伦 而且要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不能是空手的 还是要把他们的金银都带回去 为什么要把金银都带回去呢 那是为了要来重建圣殿 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 也是把他们在埃及那边 所得着的都带出来 就是要来建造那个藏墓 同样的今天他们要离开巴比伦 也是把他们所在那里所得着的金银都带出来 为着要来建造这个重建神的殿 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来重建神的殿 后来呢又建了那个城墙 这个城墙呢是为了来保护这个圣殿的 所以在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 他们也重建这个城墙 重建这个城为了来保护这个殿 所以这幅图画呢 以色列人从贝鲁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 就表征了今天造会的恢复 Amen 好 这边可以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图画 所以以色列人贝鲁归回 在历史上来讲的话 在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 他最强盛的就是尼布贾尼撒在位的时候 那时候呢对以色列人 对犹大国发动了很多的攻击 有四次 在历史上呢 以色列人有四次贝鲁 都是在巴比伦的这个尼布贾尼撒往在位的时候 那在四次贝鲁的时候 这是分别他们的时间 主前606、598、587和582 这四年的时候呢 这四次 那同时 但以理、以西洁都在这里面呢被卤 然后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呢 同时呢 犹大亡国了 那圣殿也被毁了 所以不仅以色列人他们被卤 而且圣殿也被毁了 所以神就要兴起这个古列王 为神所用 在主前的538年 下令以色列人归回 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 主要是来重建这个圣殿和这个圣殿 所以他们正正他们离开这个巴比伦是从 是主前536年 所以距离这弹以理书所得到的那个书 就是他们被卤70年之后归回 就是606年弹以理被卤的时候 到536年 刚好是70年 他们以色列人在索罗巴伯的这个颤领之下呢 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 在536年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呢 开始立了殿的根基 开始来重建圣殿 但是有仇敌的绞老和这个破坏 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 这个圣殿就停工了 所以直到主前的520年的时候呢 圣殿开始又重新复工 四年的时间之后呢 圣殿就完工了 就在主前516年的时候圣殿完工 那接着在主前458年的时候呢 第二批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 这时候是以色拉所率领的 那在主前445年的时候 因为尼希米他当时听到 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被破坏 但是他们有在重建这个城墙 但是仇敌的关系被破坏了 所以尼希米里面呢 就觉得非常的忧愁 就是像他那个王波斯王来这样一个建议 所以波斯王就令那个尼希米为那个尤大的省长 同时呢他也率领以色列人 归回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城墙 那这个城墙很快半年的时间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整个都完工了 所以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 从以色列人他们被儒到中间他们后来被归回 圣殿被回 圣殿最后重建完成 那圣城 那个城墙也重建完成 那这就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 真正神所命定一的立场 当然讲到这个真理的这一面来讲 不关是造会的这方面的真理 同时也是对神 对基督 这个身位和他们工作的一些的认识 为什么呢会有分裂和背道 很重要的 乃是在于我们对三一神的身位 还有基督的身位和工作这样的认识呢 不是那样的一个清楚 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呢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 产生了很多的异端 也因着这样子来讲 很多人就不自不觉的 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 坚持自己的意见 所以呢就慢慢的产生了分裂 甚至背道 就在这边讲到第一个呢 关于三一神这一面来讲 在历世历代以来 有两个最主要的 一个讲到形态论 一个是三神论 这在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三一神那部分呢 已经有大家有交通过了 等一下我下面一张呢可以看一下一个图示 然后形态论和三神论 但是我们今天所持守的来讲呢 是三一神 不管是形态论或三神论 他们都有圣经的根据 但是呢他们越过了圣经的界限 因为我们都要清楚 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三一神的真理 它是有两面的 它有一的这一面也有三的这一面 形态论是特别强调这个一的这一面 但是它越过了这个界限 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所谓三的这一面 所以它最后成了形态论 是一个很大的异端 另外三神论更不用说了 它是很强调三的这一面 但却忽略了一的这一面 也越过了圣经的这样一个界限 所以产生了三一神的异端 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持守 所要看见的乃是这个三一神 它是三 它也是一 是一在三里 三也在一里 有没有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基督的身位 特别是有关于基督的成为人 还有它的人性 人性生活的这一面 很多这样的异端都讲到说 基督他是神 但是他不是人 这边就是否认基督耶稣是成为肉体来的 这个在约翰的书信的里面 一直有提到这一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异端 他否认了耶稣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 他是完整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后面也会提到 那第三个呢 就前面讲到神 讲到基督 那边讲到基督的身体 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一的这样一个立场 同时还有有关于真理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讲到说 我们需要回到新约的信仰和神的经纶 基督的身位与工作 这个工作包括他的 就是他的为人生活 他的定时他的复活这些等等 他讲到三一神的身位与分次 所以三一神呢不仅是给我们来研究 更重要的是讲到给我们来享受 所以三一神的分次是非常重要的 就讲到是永留的三一神 为了将他自己呢做到我们的里面来 另外讲到赵慧 他是基督的身体 讲到这个头 基督是做头 我们所有这班有他生命的 这些他的儿女们是这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这个头和肢体合成一个所谓的生肌体 那另外呢还有赵慧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 我们都不能轻忽 没有地方的一面呢 我们就不能达到宇宙的一面 但是如果只有宇宙 但是如果只有地方的这一面呢 我们没有看见宇宙这一面呢 我们又会造成分裂 所以这非常的重要 需要认识造会宇宙的这一面 独一的造会 也需要认识造会在地方的这一面 还需要显在众地方的一个地方造会 这个是讲到真理的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三一神和基督的身位与工作 这个课本 这是给青少年的 美国他们编的 他们给青少年来看 讲到三一神的时候呢 他用的这一张图 讲到了形态论 三神论或二神论 这个另外一个讲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三一神纯正的启示 那最大的重点是讲到说 形态论是在已过的永远里面 只有父存在 没有子没有灵 那父这位神成为肉体 成为子之后呢 只有子存在 这个父不见了 当然就没有灵 然后复活之后呢 子成为灵 这个子也不见了 这个意思就是 没有了 原本有 不见了 然后就灵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 已过的永远只有父 子灵都没有 那父成 就是子成为肉体之后 只有子 子在 父成为肉体以后只有子在 父 灵都没有了 都没有 然后子复活以后成了赤生命的灵 父和子都没有了 所以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时代里面呢 只有一个 他真的是遵守所谓的一神 一位神 但是呢 却没有三的这一面的讲究 那这二三人的异端呢 就很清楚了 父子灵他都是独立的 他是三位分开的 那那今天呢 我们所讲的三一神呢 是这个 以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 父子灵是同时存在 并且互相内在内住 就是同时住在彼此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一神 所以历代所争论的就是在这一个 同时存在互相内在内住 这个部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赛林哲派所讲的 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异端 这个是从 恢复本圣经的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的处一 整个拿下来的 这边讲到 因为在约翰书记里面 特别是提到一个异端 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 换句话说就不承认 这个基督耶稣是从肉体来的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人呢 他是犹太裔的叙利亚人 另外呢 他这个异端是犹太教智慧派 和基督教的混杂 他是一个掺杂的 他不是纯正的 而且呢 他讲到说 这位创造者和神是没有关系的 特别是讲到 耶稣是神的养子 人养子论 所以他成为神的儿子 不是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那是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 把他高举到说 他是神的儿子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位耶稣 这位基督来讲 他本来就是神的独生子 他本身就是从圣灵承运的 所以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就变成说 他否认耶稣是由圣灵承运的 然后呢 耶稣受禁以后呢 基督就是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然后他就宣扬 人所不认识的父 并且行神迹 然后他直视的末了的时候呢 因为耶稣第二十字架上定死 所以基督就离开他了 然后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 那基督他自己 一直成为一个独立的灵 等到那个 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又与这个耶稣再联合在一起 就又分开了 后来又合起来了 所以他是很清楚地知道说 他就是否认这个耶稣是基督 换句话说 耶稣和基督是分开的 只是因着某一些工作 某一个时段的关系 两个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异端 所以当然在约翰写这个 约翰书信的时候呢 一直强调到这一点 你如果是否认 基督耶稣是成肉体来的 你就是否认父 否认子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生活的这一面 不仅是有关于 我们在对真理的认识的部分 在我们的造会生活上的实行 也非常重要 第一个呢 是一个派别 所以那边有讲到分门结党 分门结党的事实上呢 就是把它形成一个中派的工会 所以很多中派的工会 就是因着这样而形成的 所以那边保罗讲到说 对于这些人 分门结党的人呢 你要教训警戒他们 两次三次 如果他们不听 你就要把它隔离拒绝他们 那另外一个呢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讲到 在大户人家 所以大户人家里面来讲呢 他有精器 仪器 有木器 瓦器 所以可见呢 在这里是有些掺杂的 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 神的这个 神的家 神的家里面呢 是非常纯正的 但这个大户人家里面 是有掺杂的 就讲到今天的基督教国里面 有各样的掺杂 里面的卑贱的器皿 我们需要竭尽自己 脱离这个卑贱的器皿 而且不要接触 不留于基督教训 什么叫做不留于基督教训呢 就是否认他的成为肉体 最主要是这一点 否认这位基督成为肉体 这个教训 不要接触这样的人 那并且呢 要遵从主的话 从大巴比伦 就是宗教的巴比伦 里面出来 因为宗教的巴比伦 来讲 他也是一个掺杂 表面上看起来呢 都是好的 侍奉是用金的 那也有血 但是呢 他里面呢 却掺杂了很多自己的教训 甚至杀了很多的 真正爱主的基督徒 所以要从这个 宗教的巴比伦出来 那另外呢 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就是神的殿和神的家 最重呢 我们造会生活呢 就是一个国度的生活 这从罗马书的 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那边说到 神的国不在于吃喝 来在公益和平 并森林中的喜乐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造会生活 那他们讲到说 就是由尼西米里面呢 重建 这个城 所表征的 因为这个城 在耶路撒冷城 也就是我们最后 这个新耶路撒冷城 在那里呢 就是我们的造会生活 所以造会最后要成为神的家 也成为神的城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造会得恢复的路 所以我们不仅呢 要对这样的真理呢 有一个透彻的认识 同时在我们的造会生活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辨别力 好叫我们能够不落到这样的一个 背鲁的一个地带 我们不会在所谓的背道和分裂的立场上面 我们能够在这个医的立场上面 来建造造会